我要问Excel里面到底哪些功能最重要 我的回答第一个一定是函数 假设你函数不熟 Excel真的很多地方是做不出你要的结果 包含就是说我们要手机号码 年次 血型其实不用,血型本身就有了 所以不需要做什么样的额外处理 然后呢 第二个重要我觉得就是枢纽分析表 除了分析表的话就是你可以很快的把一个结果给统计出来 其实也不需要花 很大力气 拖拖拉拉就OK了 然后另外的话最后可以把一个 图表呈现出来 像那个年次,我们刚刚又多增加一个叫 血型部分 比如说哪个血型最多 当然未来如果你的资料里面有不同的 资料类型 只要有那个栏位的话 那你就可以做一些统计分析 你可以知道那个背后的答案是什么了 有没有 所以我们后面其实会有一个练习题 这个练习题就是怎么样 就是把这个资料换成 这个你身边会发生的一些 资料 就是一些开放,像 那个政府有提供一些 所谓的开放资料 那个资料的话 其实你们都可以取得到 比如说 我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到底 那个治安的好不好 比如说我们后面其实我有举个例子 我想知道一件事就是 台北市的治安到底好不好 台北 如果台北治安 表示应该其他县市相对也不会太差了 可是问题这个有没有答案 如果说你想要知道这个的答案的话 其实你们是可以在 网络上面搜寻一个关键字 这个关键字的话 叫开放资料 你打一个 开放资料 那这个开放资料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的这个开放资料 第一个 你打一个开放资料 这边就会出现 那政府的话呢 他就会提供 只要是 这边有提到 Open Data 然后呢 他是依 什么 公开的 什么法 然后可以 只要是不牵涉到 那个 一些隐私的问题 他都会尽可能 把他资料 开放出来 这边有一些相关的理论 维基百科这边也有叙述 你们可以 大概看一下 那其中的话呢 当然开放平台里面呢 他所提供的资料 大概你可以看到全部资料 他其实分的还蛮多的 也中央政府 中央机关这边一大堆 那看起来好像 行政院提供的资料最多 然后 地方 机关的话呢 好像哪一个 县市提供的资料最多 桃园提供的资料 好像是算4000多 好像相对的多的 比起那个台北市 好像更多 可是我看了一下 桃园给的资料 好像 量很多是没错 但值好像并没有很好 你们也可以拿桃园的资料 来统计一下 那如果假设你想要抓台北市的资料来练习的话 其他还有分类 那另外还有这个资料格式 格式部分包含就是像 CSV 所以如果假设我们要拿来练习的话 我建议 你可以用那个CSV的格式 那其中的话 当然如果假设我一个 直觉想要找一个什么资料 治安好了 那治安到底好不好呢 其实 你可以输入一个关键字叫切 比如说我想知道 到底住哪边 比较容易招小偷 还有台北市最近招小偷的 比例数量多不多 所以 你们假设 在这边打一个切道 但不一定是台北市的 我只是举例 你就找一下那个切道 这个关键字 你会发现 云你好像 出现第1个 然后这边有台北市的 或者是你时间开始找 住宅切道 因为住宅好像跟我们平常 比较有关联性 你就打一个住宅切道 我想知道说 政府有没有开放 关于那个 哪个地方 招小偷的相关记录 那你就打个住宅切道 搜寻一下 你可以看到 他得到的结果 本来是住宅 第一个居然出现是 汽车 怪怪的 不过第3个好像就是 所以 第1个 我刚好找到 这个字 因为 他其实给的资料 有些好像不太完整 或者是说 他的那个 资料 不太适合拿来练习 所以如果 我假设 希望做一件事 第1个 我想是 想要拿这个资料 做统计 你会发现点击开来之后 他会提供的相关讯息 会告诉你说 我提供给你 总共5个栏位 包含就是编号 案内 发生日期 哪一天 招小偷 发生的时段 比如说在哪个时间 有小偷入侵 还有在哪个地址 地址当然不会给你详细的 他可能给你哪一条路的 哪个 大概的range 告诉你一下 他提供的单位是这个 台北市政府的警察局 给警察大队 而且 连络人他都给你电话 所以如果你资料上有问题 甚至你可以打电话问他 请问一下那个资料里面哪个地方有出什么问题 可不可以 询问一下 其实他们应该都很乐于 回答你的问题 如果我假设 后面 我是希望说能够拿这个资料来练习的话 如何取得很简单 其实你只要看到这边有一个csb 把它点击就可以了 把它下载下来 你下载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上面就有个档案 这个档案的话 就是 台北市政府的警察局 什么刑事警察大队提供给你的资料 这个就是 历年来的那个 一些相关的资料 不过他有一些说明 说明好像 大概 大家看一下 而且他提供的不只是住宅 所以以后如果你想知道你的车停哪里最容易失窃 或者你假怕车停哪里比较容易被偷 还有机车来 甚至呢 我想要知道说 我走在台北市哪一条路上 比较容易被抢 好像很少 大概有没有 应该也有 上面其实都有资料 那我就先取一个就是 住宅窃盗 我把它下载了 那下载完之后把它打开 打开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他就提供给你这些资料 其实 如果我想知道一个答案 比如说 发生日期 他是民国年 民国年就是 104年 加1911就对了 所以1911的话就 应该是2015年 2015年的话 有没有 那这边有发生的相关资料 但可是我假设想要知道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请问一下 这几年 应该从104年开始 那个窃盗的案件数量 是越来越多 还是越来越少 OK 当然你想说老师我怎么可能会知道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把年取出来 再用枢纽分析 分析一下 马上就会有答案了 其实没有那么困难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想知道说 台北市 哪一区 其实是 最容易招小偷的 治安最差的 其实这边有一个 地点 对不对 其实你只要把地点里面的区取出来 你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一样 用函数 加上枢纽分析表 就有答案了 那第三个我想知道 到底住在哪一条 路 哪一条街 哪一条路 有没有 是最 容易招小偷的 有点像雷区 就是有点像那个 其实治安很不好 你就不要去住那边吧 不然三天两头被 被偷 当然你一定心情不好 OK所以呢 请各位先试着 因为后面我想 延伸性的练习 因为这个资料其实是最真实的 那你Ctrl向下 这边有3680 笔的资料 那也就是从应该是103吧 不103好像只有一笔 应该算104开始 应该有这么多资料 那其实这个资料 理论上应该是不太可能 做假 理论上应该是真实性 是非常高的 那我们其实主要是希望知道说 到底这几年 应该104开始好了 到今年为止 应该已经第9年了吧 这个89年来 到底那个治安 是越来越好 还是越来越不好 当然你如果假设你有认识台北的人 你可以问他 你最近那个治安 最近你觉得 科匹上任之后 这个治安有变好有变不好 当然你会得到答案都太主观了 我觉得 好像治安越来越不好 那你觉得 可是问题 我们不要那个太主观的 因为有时候你 随便去采访人家 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 OK 所以我们是希望得到一个客观 很客观的 这个客观就是到底有没有招小偷 其实蛮客观的 那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个先 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如果我问各位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 到底历年的窃盗有没有变好 变不好 第二个是哪一区 行政区 好像12个吧 中正区 文山区 信义区 到底哪一区的治安最差 那第三个问题是哪一条路 或街 或道 有没有 发生的数量是最多的 我可能要抓前10名好了 比如说排行榜 那 10条道路 那边的治安是最不好的 我想要把它抓出来 可是要怎么抓出来 那其实跟各位讲 你只要学会 两个东西 你就可以把这个资料处理完毕 第一个 就是函数 第二个 就是枢纽分析表 而且做出来 其实 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后 这个应该下一次我们上课就是要做的 在云端白板上面其实就有那个 相对应的答案了 你们可以在云端白板上面 的第几个单元 我们是 GQ点GQ 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E-Sale VBA 实际上就是在云端白板里面的这个 叫做台北市住宅窃到点位资讯 这个讲义 那里面其实将来我是希望做出三个东西 第一个 例年切到折线图 第二个 各区比例图 第三个 入阶到前十名之条图 底下都有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是画出来结果 各区 跟 数量 那其实 需要会的啦 其实就是函数跟 枢纽分析表 其实都可以做出来 请各位先了解一下 先知道一下 就是说 到底那个 政府他开放资料 到底有哪一些 那你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 我不要做台北市 我想要做桃园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只是桃园要有提供 我发现有些 这个 地方政府 提供的资料虽然很多 但是品质都很差 这个可能还是要稍微看一下 你们其实也可以啦 如果你说老师我不想要做 台北市的 我想要做桃园的 可不可以啊 桃园这边有全部资料 那这边就有桃园的 桃园在这里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桃园里面有哪一些 这边都列啦 可是 他资料很多 那我的习惯是我干脆按照什么 大家最关心的议题 那比如说浏览次数或下载次数 比如哪一个资料 桃园哪个资料 被 看的次数是最多的 我们浏览次数好了 你可以看到 最多好像是停车的问题 路外停车 然后还有什么 装甲牙的 然后自行车的 OK 这些 或者是说下载吧 我看一下 我刚刚那时有乱一下 那个下载次数最多的 由多到少 有没有 哪个下载次数最多 好像也跟 乱乱有点关系 我好像看到这个其实可以拿来练习 各区的结婚统计 到底桃园哪一区结婚人数最多 不知道 可以查一下 然后呢 其实我后来发现 他这个蛮妙的 他还有 结婚跟离婚 到底 桃园哪一区的结婚率最高 到底哪一区的离婚率最高 那你可以分析一下 结婚跟什么有关系 应该跟经济比较有关系吧 因为他可能至少有房子 所以会不会那一区 房子盖很多 大家就住进去了 比例应该 我不知道 我的推论 那哪一区的离婚率最高 为什么会离婚 离婚通常是什么 他会发现 那个夫妻吵架最多问题都是跟钱有关 没有 你钱赚太少了 我怎么办 如果生一个小孩养不起 什么都要钱 当然就没钱 就一定吵架 所以哪一区 那你可以统计一下 到底 桃园里面的离婚跟经济有没有一个正相关 比如说收入高的 是不是离婚率相对的比较 比较低一点 然后离婚率高的会不会是收入比较低一点的 如果你可以知道答案 其实也可以 做一个什么社会观察 至少你会有个答案 这个答案其实不是来自于说新闻媒体告诉你的 而是 你自己真实的统计出来的 这个是绝对不会有别的地方 而且是绝对客观的 因为现在很多媒体 大部分呢 都太主观了 有没有很多时候你去采访 而且我觉得他有选择性的 而且现在很多新闻 好像造假的机率也越来越高 你会发现最近好像又有个什么 什么事件也是造假的 好像蛮多的又被抓到了 OK 就是那个 之前好像什么说一个 论坛的 版主还是什么 然后就被恐吓之类的 原来发现原来是自导自演 OK 那这里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最后就是说了解一下 那个 开放资料 所以你关键字打开放资料 那我们 下一次上课 要练习的就是这一个 就是 台北市政府的那个住宅窃到的这个资讯 所以你可以先把它下载下来 点csv 然后先稍微了解一下 那我主要是希望得到三个的答案 就是这三个答案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作业练习 主要就是请各位把那个 刚刚做的那个 就是 血型 的那个书纽分析表 我们不是要做一个血型方面的统计分析吗 那你把它做出来之后 把它存档然后再上传到那个 Porto 这样就完成今天的作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